差不多是 差不多是 但是 誰放屁 不是我 不是我 今天會議到這裡 映童你留下 映童不要害羞 我知道剛才放屁的是你 因為你離我最近 其實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承認 因為真的人很多你知道嗎 一天兩三次的放屁是正常的 如果你很在意的話 我教你一招 什麼 其實我們一個人 如果是常常吃很多的乳酪氣勢 奶制品 那這樣的話就會常放屁 或者說你吃太多的肉太多的鹽 因為讓腸胃的功能不穩定 所以多吃蔬菜水果 比較不容易放屁 就是腸子不會這樣子蠕動 然後就會很容易 有這種想放屁的感覺 對 但是如果說你一天 放屁超過十次以上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看醫生 因為可能有一些腸胃炎 或者像大腸癌的一個發生 那特別小心喔 原來有人在想說 有話快說 有屁快放 這句話還真的有意見方 下次我不會再這麼快說了 應同講得沒有錯 當你心裡有壓力的時候 有話說不出來 那趕快就說出來 如果你嘗試功能不好的時候 有屁還是要把它放出來 不要憋在腸子裡面 以免憋出毛病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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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2 1 李烧